你是更能知道 这场打没打好是哪好了哪不好 再去跟队员沟通的话会更加的有目的性 对的 好了 那么也是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的HERO酒精红色方GK 我们前面说到HERO酒精的副场 说要注意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六个副场 上面两名JC是四场 JC是七场 就是说他如果要进胜者组这前两名的话 他的副场现在尽可能保持在七场以内 就是说他现在的每小局都要每局比赚 就最好是一场都不要输当然是最好 就他如果输的太多的话 他是很难去充胜的 对的 这边HERO还是选择了去针对一下GK的迷神 班关羽 还是迷神 迷神这个赛局花木兰的胜率 其实已经掉得比他的关羽要低很多了 没错 现在关羽的话是迷神第一大招牌 GK这边是在也在半边落 他搬点围 其实他搬黑耳搬官也是保护九成 九成他因为玩炮台性法术玩比较多 还是比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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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根据说九成这个炮台最近 感觉好像又觉醒啊 之前在睡午睡 对 而且现在他中单之前 上一场他又淘出来一首白脸手约 白脸手约 白脸手约 你说基本上在中路打中消耗型英雄九成真的是蛇 剑剑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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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对 白脸手约跟手干将有点像的就是都需要准头 准头硬 对 再搬一个项羽 手约直接搬了 这周点围的话 其实宁芝 上个赛季老夫子最多啊 这个赛季已经是他的招牌英雄了 对的 还是最多 这边办完之后放出来了一个非半必选的裴青虎 裴青虎 这个 包括太乙真人这两个他可能会犹豫一下 还是拿裴青虎吧 裴青虎 现在太乙真人在我们联赛里面的胜率已经降低到了43 42%左右 最近胜率惨淡啊 惨淡啊 下个版本一削 我感觉看不到太乙真人这一种了 没错 我感觉GK这手搬首约是搬了一个黑肉 就一键双雕吧 他们打野跟中单都能玩 而且玩的都不错 对 之前包括之前陈夏在场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玩首约这个英雄 对啊 这个队伍打野也是能用的 没错 但是这边放到裴青虎啊 看GK这边反手怎么拿 有太乙啊 太乙目前在外边 这拿手达摩 我跟你说现在的花木兰胜率其实也在调 现在在我看来编路啊 就你完全没有抗压期的一个最好的战士选择就是达摩 达摩前中心很凶 这个英雄你感觉没有抗压期 这首原歌在拿下来 对对于名神来讲 他这个赛季的花木兰胜率13场赢了两场15% 然后关羽呢 十场赢四场 40% 但是达摩出现了四场 他赢了三场 也是他少有拿出来的 而且他是最近一场才输 他前面三场都都赢了 对的 KDA表现都不错 就是最近突然间发现了这个英雄 就包括QG他之前也不太经常使用达摩 也都拿出来 因为这个英雄 你再不玩没得玩 下一周 上了一个新版本 达摩是被平衡过的 大招的伤害被削得太多了 他的第二段又砍 对 不过你说这迷神他就适合打中英雄 你想想迷神打这种 慢慢跟你抗压翻语来不了 就打中打中心打团能切后 忽然该妈叫霍杰男孩呢 就是他可以在队伍里边承担着一个前程期待继续 对 他如果玩一个花木兰一直去抗压手的话 可能队伍这边崩了他有点帮不上忙 有帮不上忙 而且他本身大支援 腿又不算特别长 对的 另外一边Hell直接拿了一个花木兰 说到花木兰就得踢一下宁芝 宁芝四场四胜的花木兰到底什么时候再拿出来呢 是要保持这个胜利到赛季结束还是要怎么着 行星跟宁芝现在有点 像是一个双战变 两个人的英雄是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对 这两个人打坦克打的都不算多 您这个个性在那放着 他比较喜欢玩丹丹 我对他上个春季赛的时候 英雄最深的就是老夫子 对我这边四打五打多久的抗压 他就是不带一路通关 永远不来 是的 心态初起的我能给你打穿一路 没错 原来稳了一手打野啊 这个第三楼拿到打野位的公孙黎 而且他这个第一楼袁哥GK这边搬得好 是第二楼直接拿了 语言哥之后 就我少了一个能Countour的英雄 没错 他现在二楼拿到这个后边可以搬一些 比如说虎虎张飞这样的 像肉啊能带双成绩的这种 对而且对面已经出了一个干姜墨移了 先来说东皇这个 还是有点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一整个赛季了 最初的东皇加九成的干姜 这个组合的威慑力还是在的 没错 你看这边下边板子也亮了一个数据凝聚的数据 马上亮了一下 先搬一手白起 我觉得搬辅助就搬彻底了 再搬一个张飞 你已经是个 成熟的俱乐部了 是时候赢一场让粉丝开心了 好好讲讲 我说变着法来加油 对 想尽办法 你没有不赢的理由 没有不赢的理由 其实 你要说到了现在这种冲刺阶段 接近冲刺阶段 谁都不想丢分 对每个俱乐部来讲都是 还是搬一手程晓金 他搬程晓金 那这边他可以自己拿张飞 他这边想是拿坦边啊 Hero究竟 这边第二轮班 因为班的第一手是一个坦边 这边坦边现在还有 还有一个苏裂 还有一个苏裂 苏裂班了 那现在剩下一个能开团的坦边 能开团的比下方好一点是盾山 但盾山真的是看队伍的 那边各方面就不太够了 对了 看一下这手张飞是GK自己拿 还是要放给对面 好 选择拿夏侯敦就选择自己 先拿一手夏侯敦 哎 Hero究竟这边要双战士咧 对啊 没有 没有坦能拿 你不能拿张飞去打边啊 这版本 对 拿张飞打边的话 节奏会有点慢 张飞这局Hero要拿的话 他用来打圆哥是没问题的 用来打辅助 对打辅助 但是跟裴晴武搭配有点不太顺 对 那不如拿个老牛吧 老牛进攻跟防守都是还ok的 我觉得最初这种刚刚的性格 我觉得拿一个凶一点 凶一点了鬼骨子 鬼骨子也可以 我觉得鬼骨子老牛都不错 鬼骨子和孙并都不错嘛 双加速 对 都可以双窝轮 哎 太爷 哦 盾山 这个坦边Hero 不要来 真的 拿了不多 拿了很少 被逼到绝境了吗 这关门可用的坦边 能上场就这么几个了 已经搬光拿光了 太阵锁了 用来咬 仰九成的这个大法式干将 其实 他说真的蛮适合太乙的队伍吧 我觉得Hero确实算一 九成在队伍里面属于这种绝对核心 是 将近35%的输入战比 刚好这局九龙拿到的是个带节奏的刺客型打野 是 最后一手 GK这边的辅助怎么来 张飞依然在外边了 张飞在 但是我觉得拿张飞可以拿牛也可以 他们这局打进攻的话 有个打磨加一个牛 两条边路都能打辅助 要进攻性一点 包括主要是拿张飞他控 一技能 cd比较短嘛 去打盾山的话 举盾这个也挺好打的 这个要看他血 然后带一个逞 带一个逞级还能进对面的野区骚扰 对 而且张飞 一个是能断盾山 还有一个是能 开干将 拿牛的好处就是他能配合双边前夕能打进攻 对 牛魔也能一个大闪开团嘛 让对面的c位猝不及防 我说今天还是看到了很多老牛大闪开团 最近老牛大闪开团好像越来越多 最近老牛上场率回温了 回温了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雄 喜欢吗 对我在直播间里边 我在做bp测试的时候 我经常给队伍安利 哎 拿这种拿老牛吧 滚了 牛的话本身就是 看准机会一波大招拍下来 是效果特别好 对对对 大招cd没有张飞那么长 没错 他话说回来 主要老牛这个英雄呢 他可攻可守 张飞那么太偏防守 太偏反守 去 克制一个对面的先手开团 对 就比如对面什么白起啊 这种拿张飞问题不大 对的 老牛主动一点 那这局行星玩到了一个盾山 宁致花马兰了 四场四场的花马兰 看我们今天是打破百分百胜率 还是继续延续 我觉得宁致啊 真的 还是 蛮刻苦的 他这个赛季的英雄池提升了很多 上个赛季 上个赛季他的编路基本上 一手 孟琪啊 当时孟琪削肉之前 另外一手是他的老夫子 就这两个代线英雄 标准的都是单代 单代英雄 他就喜欢玩自己玩嘛 对然后这个赛季的话 你是看到他的 不管是点围也好 还是花木兰也好 都是慢慢的在练起来 因为队伍里面当时 就是做轮换 这个新赛季之后 队伍里面其实少了一个 打花木兰打关于他 对就是继续走了之后嘛 他现在要 既要玩自己单代的玩得好 也要去玩一些比较强势的 偏团队型的一些英雄 包括打磨 现在他也玩 现在打磨好像所有队伍都在练 都得练 这一种真的我看到对面 就我在自己在打的时候 我看到对面打我真的很头疼 他是一个自带编路 就是他自己能够打出来 编路一条优势 没人管的情况下 没人管很难管 那么也是来到双方对阵的 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的Hero久镜 以及红色方的GK 我是本场的解说白乐 我是潇洒 看这边 分路情况呢 是把两边都把战士边 放在了上路 就是主宰路 这边坦克型编路 全部放在了暴君路 对 阵容对比的话 卫宜这边GK 稍微灵活一点 哎 哎我们注意一下大老师的预测啊 GK这边的阵容胜率偏高 57% 最近 我就自从上一次大老师那一次 翻盘的预测之后 我非常的服气了 对 现在大家对大老师 产生了好感 充满了敬佩 充满了敬佩 对的 看见两支队有一个战队助威 那么现在 支持两堆的小伙伴 也可以赶紧到我们王者荣耀助手 所以你喜欢的队伍打扣 但是打少 哎不过这个 花木兰打打魔的话 前期挺吃亏的 4级前太吃亏了 4级那一波还能拼一下 主要打魔在现在有回复 这个花木兰最头疼的 有回复还有个天然的前期护甲的一个加场 对于近战来讲 这个护甲值也是一个隐身 杀又不低 没错 上路这边盾山 钢 武阳这边开启 二技能真实伤害就是钢 对 盾山这边打的话 也是有一点点吃亏 不过还好 盾山本身普攻带被动 对 他有一个最大生命值百分比的一个额外伤害 对 你要说这局GK拿双边吧 我觉得拿还真不错 对线就属于比较强势 打魔加上这首杀后盾 就是至少主动权我这边是有的 至少我不会被你压的 对 就你这边一直在压我的线 我拿你没办法 对 我不会被你别人牵制 不过他们的共同弱脸 就打了中后期就开始批转 是 不能拖 哎 我们看一下这暴君刷新 哎 这个傀儡没了 是掉了 这个傀儡没了 那正好这边是一个暴君的刷新时间点啊 九灯这边直接开了 直接在打了 但是夏侯盾也在 这边是五人包过来 GK这个是不想放的 打魔也过来了 要拉脱 要先拉脱 打魔是有四的 我们注意一下名声的位置 都不是特别 发现看见过来了 一脚两球 这一脚比较关键 直接秒掉 哇 这个往前走是有一个太乙都算了 对 明神这边就是在等你关键C往前走 对 干将这一手往前走 其实真不应该 干将这边是觉得太乙真在这比较放心 但是太乙真没有想到对面的打魔消失 是从自家的一个中路一塔跟二塔之间绕过来的 他绕过来的 对 他没有直接从中路 他没有直接从中路冰线对接的时候 被对面看到视野 这是让对面真的想不到的一波 对 很多打魔在绕视野方面做的不够 但是明神今天的打魔做的是真的到位 这一波的话开局非常好 我们听到现场观众的大喊 这一波的话开局GK等于是把这条龙拿下 再赚掉一血外加多一个人头 对 很好的一个开局 很好的一个优势 包括达摩这边 他有人头 他在线上压线的 哎 这边调整一手换线 又来一个 这边输出是不太够的 他们这个位置卡一下防守 老牛这边是卡一下位置主要是为了拆他 但是前面有盾山 不太好拆 换线了 Hero这边要换了 换了一个鞋 其实GK这边也很明确 我就是要围着我的优势点大摩这边 对 多搞点事情 他们现在 哎呦 中路又出发力过 这边跟东西还有低智能登上去 他们现在反正就 我上路我不一定能把你换线的盾山抓水 但我一定能配个大摩进你野区 对的 这边是抗着花木兰中间跟你打 这个时间点花木兰有点打不动 花木兰打沙尔敦 稍微好一点就是我打不过我能清线 我清线不会比你慢特别多 特别是四分钟之前没有炮车兵的时候 花木兰一技能中间能清掉整波兵 对的 但是夏侯敦这个英雄拿到等级跟经济优势之后 他可以跟你耗血 对 他能跟你换 跟你换血他不亏 包括花木兰主要是这个英雄没有回复 这个确实 你们真的这么说给花木兰加个回复也不用玩 这一阵无敌了 对 包括下一周的新版本当中 花木兰沉默要被削弱了 一秒砍一秒 对的 其实我也是花木兰一个忠实玩家 所以这刀砍得很很伤啊 砍得还是挺难的 他其实降低你容错率 就是你以前打一个沉默 你二技能角度不是特别好也没问题 但现在你这个二技能角度一定要推 对你二技能中间的施放要求特别 对你角度一定要推倒 而且跟别人一定要是零升位 没错 那先边这边 他也真人残血 视野这边被对面占了 中路压过去 感觉要往上路转 去找达摩 就去找达摩 反正你花木兰在下路 你手塔挺强的 我不理你 好像花木兰线上也不太好抓 而且这一兄本身有点抗压 对 原哥好像有想法 对 原哥拉上来了 过去 二技能三技能 打残了 血量有一些 但看下路这个塔有没有机会啊 这边Hero的话 因为是没有人到下路来防守了 花木兰血量又不多了 这边可能想要越塔 打到拉进来 花木兰切一个重剑 能走 走掉 走掉 那这波Hero已经压中了 压中了 这边我看一下老牛大招清兵线 但是对面直接点塔不离人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先点一下老牛 血量下了很快 九龙想点最后一下没点到 还好撤掉了 没死人 这边的话 刚才讲Hero还是亏了一点 虽然在塔下能换掉一个人啊 但是这座外塔还是掉了 没错 他这次中塔主要是没有掉 差点血 对 这没有掉你要想强点的话 就不太好点了 这一波下路能换掉一个也是挺头疼 其实刚刚清风血量挺多 主要是没技能CD 对 刚刚宁芝也是拼了 直接中间一闪 就往圆哥身上去打 对 有点像今天YTG有一个 前面打那个杨玉环那一个 对对对 看下P一下直接消耗 打不死 上路又是一个二抓一 直接大招定住 星星二技能有根闪 直接交 很果断 很果断 但是另外一边 Fail这边知道你打也来抓我人 少人 我直接开暴君 这边抢一下第二条暴君啊 是能拿到的 阿莫现在体积了 又换了 达摩其实现在想打架 他不想在线上跟你跟他慢慢磨 对 他就想来搞事 达摩这个英雄就是 线上压完线之后进野区 蹲人 对 消失就是他把他视野隐藏起来 让对面想不到的位置 他出现了 那就他能出到一些奇效 这样才有压迫感 我一直看到你达摩在线上 对 我什么野区防守压力不大 没错 我玩拍的时候对线的话 那个达摩 他只要不在线上露视野 我一般探草虫 都是要用技能探草虫 其实平常我们像之前 本来准备不是去打绳子战 对 平常打出去 你这达摩打的还挺多的 所以打得多吗 对他了解 不能不能蹲 被他蹲了 你不死也上了 回家了 这波啥都干不了 对 其实达摩这个英雄真的是要前期把优势打出来 这英雄不能像画面来讲去拖发羽 对 上这边又是得到了宁智 宁智这边是逼着达摩走 而且老牛又在野区卡视野 GK今天这个运营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对他们现在思路很明确 我压塔的时候我的辅助一定是去看着你要过来的援军 对你要来的话我哪怕拍个大家拖延你一下 对 达摩这边被抓了 你逼了个闪 下落知道达摩这边没大招没闪现了 想要过来搞一波 这一波的话达摩得走了 这个要再被拉到在塔下都不一定能救了 老牛赶紧赶过来 老牛原格在家公司都在 不太好推 不太好推了 这边兵线现在先能清掉 老牛在侧面草松里面先卡一下太野 没错 方蛮是提前来到了一个中路 夏侯顿是紧随其后 应该已经提醒过队友了 这边已经是一个抱团 七了这边五个人了 他们想快速把这个残水中塔给压掉 他想硬压这个中路 对有人往里面卖啊 老牛大招排出来还是掉 但是看达摩的位置 看能不能蹲到培青虎了 哎 哎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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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他踢到了盾山这边有个控制 能甩掉你 他第一波 他的伤害是不能打拳的 如果能打拳 他他能秒赔青虎 就旁边跟了个辅助 他盾山你大招放完之后 我还能抱你一下 你上下就打不拳了 我再给你个大招控你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反打了 明神这波还没有闪现就不好走 我这边防守的话 其实GK还可以 我觉得GK现在状态不错 就他 防守也好进攻也好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没错 他们现在指挥应该是 新人辅助啊 哎 这边九层被打团了 九层学来肯定一丝血 但公司里没有点到最后一下 只能往后撤 没错 这波是黑尔压了下塔 想进一波对面蓝buff 被GK给打退了 老牛的话 现在进攻的视野已经 打得比较 打得比较深了 是 让我现在看一下 让我再退 让我蹲一波 就卡一下你回防的人的位置 用这个兵去耗取塔的血量 对 但是其实花木兰要打下奥敦的话 他就不能有经济劣势 他不能说我在线上 被你抓了一次 我等级差你 他怎么都打了 对 那夏尔压敦就吃着你的伤害给你打 对 但如果我们差不多经济的话 我能打到琴弦 这个位置 好尴尬 这个位置 这位蹲三背回来 一个大招卡到这个角落里边 这位蹲三前期非常好用了一点 他的二技能 不是把你命在原地 还是把你往回扔 是 黑鸟这边是抓完人之后 直接开黑暗暴军 这个 这个有点果断 大家给他留了一个大招 老牛怪要交大的 但是来晚了 这个拼伤害还是拼不过的 拼不过的 确实拼不过 其实黑鸟在前期人头烈士的情况下 经济一直没有落下 因为他也真的原因 导致他们这边经济远 不但没落 而且还高级可以这边 还高一点 两千 那现在这边的话 三 接近四千的一个经济差了 这个 而且很大一部分 现在是在 九层身上 对 这个干将莫言是处于一个 经济很高的状态 算比较高了 这局的话 九龙基本上 把野区的 节奏打一打 其实真正的输出任务 都交给九层这边做 哎 结果反正我们左右的这个 顺序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 这个板块 上不过 这边顺利压到了二塔 但是下落这边 Hero这边不想走的 还要继续推啊 这边 黄大仙这边的 公司尼斯在帮达摩反蹲 导致正面少了一个核心输出点 GK也不敢打 他们这边两个人包回来 Hero得赶紧走 就一直不能被五人包 对小地图这边 花木兰露视野清线了 GK要找一波机会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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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包括准头非常自信 这就是九成了 这就是九成了 闪现过去 这一箭 真不一定能中 他这个有点担大 他下一波不然没闪现 对的 我看一下这边GK少了三人 高地爬怎么防 老牛还要被爆一下 这个位置如果死了的话 是很有可能被一波的 对 他现在保证两个人不死 就有希望 就肯定是不会被一波 但高地得掉 上路这边Hero也非常稳不要了 直接回去开主宰了 然后也去拿滚一波经济很稳 经济你仔细看一看 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六千了 好快啊 哎 其实我昨天还跟浪浪采访之后 跟他聊这个 浪浪特别可爱 我说他我们现在为什么胜率这么低呢 浪浪说 哎 就因为大家沉迷一刷钱 沉迷一刷钱 我说他应该怎么打呢 被掉进前眼里了 对 我说怎么打呢 浪浪说刷钱 他作用就是刷钱 就是现在帮助核心的中单 这个中单法师位是大家 现在可能可能会忽视的一个 不是浪浪 是艾斯 艾斯 对 其实泰智你想啊 他以前是一个 就是打前期进攻节奏的英雄 对 现在就变成为这个养育型的英雄 养成型的英雄 没错 他也好像在玩着目的养成一样 谁是大富豪 哎呀这边大富豪 现在其实 最高的还是干将 这边已经四件套了 虚无法杖都有了 最后一件可以做一个金身 对 这个已经爆炸了上海 没错 包括九龙这边经济不低 四件摔上来 扛不住啊 现在GK面临一个问题 怎么傻 怎么守 怎么上 怎么守 这边干将的话 飞回来一个 打到CD也非常快 大张往这一卡 卡住了 走不掉 还剪圆 但是达摩的位置 我们要注意一下 达摩 他这个位达摩这个位置 只能等hero撤 撤 撤退的时候 撤的时候才能打 就看队友这边 这边三角打出力波AOE 要强拆塔 好的 要撤了 但是米神走了 米神这边放弃了 放弃了 上路这边有两条龙 他想去先弄掉 我感觉他刚刚其实有机会蹲到干将 应该是有机会 但是九神这边也有可能会用技能去探草 你要是蹲的话就是堵 他不会用技能探草 其实干将后期 如果你有蓝buff 就尽量每个草莹都探草 是 除非你200%确定 不然的话你尽量坦一下 要么就是让你的辅助这边 从一个打头的前阵 然后掉回来 然后继续去探草 对 你就等一等你加了坦克啊 辅助啥你让他先走 是 自己走的不要着急 因为对面这边明显达摩没有露视野 这还是一个威胁点 不过其实米神他这个思路啊 是对的 现在GK的话 落后这么多经济在正面打团 是非常难打 他去蹲 才有机会 说不定有机会 不蹲的话你正面接基本上是赢不了 你在正面站着 人人都知道达摩有异闪 跟你保持一个 两个位移以外的距离 那我就相对安全了 而且干将本身手也长 你非要上来把 这个前排的脆皮秒掉了 你秒一手裴星虎 这边还能给一个复活 没错 他马上就一万了 马上一万了 而黑尔在等待这条黑暗暴军 黑暗暴军 拿了顺势可以推下了一个残血高地塔 是 还真的还 比方说塔野这英雄没有视野能力啊 这真的是没有一万经济的优势 你有经济优势你杀也有视野能力了 是 前来卡的非常厉害 塔野就是特别怕前期这边他被杀一次之后 他会被滚取之后 就别人见了你之后就直接看你了 他不像张飞这种英雄 他特别怕崩 是 这你队伍觉得崩了 哎我这边很灵性 他想 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我觉得有收获 我觉得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九成来了 回城 哎 哎哎哎 九成 他 超出了射程 超出了射程 哇他刚刚就在打摩一闪的那个射程里面排环 你知道吗 对的 他如果不是有那堵枪 我就说这边迷神直接上了 迷神这边进去看一下运气好不好 刚好如果碰到蓝霸刷新 那就有机会 哎他就不打 而且那个蓝刷新 迷神一定不会动 迷神一定不会动 他就等着 他就要杀人 对 在等着你谁过来打这个蓝 我就打谁 对的 现在黑尔这边还是很稳啊 等干匠这边拿蓝 对 所有人都满状态 对 现在主要就是看迷神这边能不能蹲到一波干匠 哎 我就说干匠是哪个草 你不管有没有蓝有没有啥 你就反正多探一下 是 真的别用脸 保证万无一失 现在Hero赢了 老牛看一下视野这边看到人了 对 而GK这边唯一能创造奇异一个点就是达摩了 达摩了 这边而且是要打一个正面冲突 这次达摩也在正面战场 二技能 老牛给大招清兵线了 那这波 看达摩要不要开 正面 没有机会啊 哎呦 正面的话 正面的话 Hero这波难说啊 但是最初这边是直接被对面伤了 他大招没有交出来 对 少人了 这个主宰刚好是主宰刷新的时间 但是但是GK不好打了 其实GK不好打 他上 他中下的兵线 但是这是GK的一波机会啊 GK你觉得他要出来打吗 出来打 搏一搏吧 他现在不搏的话 他在正面等 就是达摩这个英雄 你出来把视野站出来 还对面对面的一些威胁还比较大 如果你真的是在自家守水晶 他想踢上墙很难 很难啊 但他现在就等于是中下路的兵线很差 但他主宰是红色帮老街在上路 他现在下路要两个人先去把兵线带深一点 把花木兰赶跑 对 提前先处理了一波兵线 对 这样的话其实你看就晚了 就 因为他也就已经复活了 没错 那现在花木兰在下路清线 他们有这么一段时间可以五打四 没有去打 那达摩想想去蹲对面的有花木兰 没有在蹲 但是现在蹲花木兰你不好蹲啊 你蹲到一套你打不死 马上切一个重剑 而且花木兰这局打击可以这样一套虫AD阵容 他的 他是可以少出一些蒙地斗 对 这边来了 达摩在下路兵线露了一个头 让了让了 Hero究竟直接打交出 大家看老牛 这个大招尝尽的挑战 哎这边先打对面太震燃 点这边最初点溜练疼啊 但是这边龙的话已经没Hero拿到 这边现在输出盾山 给了一个复活得走了 哎呦还想打行星 行星这边残血极限交出闪现 没有死啊盾山 一丝血扛在这么多人面前 真的是考验选手 然后现在肉眼可见疯狂回血 这个过去说阳城湖大闸蟹 这个 这边扛了好久啊 他一个人大招开在那里 老牛大闪直接开 行星这边跟塔融一铁 达摩一闪踢到了一个培心虎 但是对面身上复活夹一点都不虚 反身还要直接开的 中路这边塔的冰鞋被清掉 刚才再追上一箭 魏央倒下了 但是这边行星又是一丝血 吃了这边很多飞行技能 就是没有死这个盾山 他这边盾山 因为出霸者出的比较早 他这一直有一个回血 你看他好像没回家 血能回上 打一丝血又给你回上 打一丝血又回上 现在又快满血了 你看这个血条 左边血条 这个增长速度 又快满了又快满了 关键是他两波都是一丝血 举着一个盾 他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好 心理素质好 他关键真肉啊我跟你说 他举盾本身有一个免伤 在举一技能的时候 没错 回看一下 这波GK虽然这边 主宰这边过不去 但就猛打你前排 你这边在打主宰 哦 他这边等于是 一直在被连控很难受 他已经过来给了一个 给到一个复活 就彻底把他救上来了 然后一丝血交了一个闪 对 再看这边 老牛反向大闪 然后他直接跟塔融一体 躲避伤害 达摩 达摩这个一闪经营场的话 是很打乱hero的节奏的 他后排就只能去 可断战场了 对 他第一个卖起来老牛 老牛死了 上楼塔不太好守 没有前排 辅助这边支配先倒 缺少开团了 就看达摩这一拳 能不能一拳定乾坤 是 我们看一下达摩能不能移转前身 几个段 几个段还没有放弃 达摩正在侧面寻找环境 打二只能 先打一个破夹 等人进来 一拳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还有一条龙 这边黄大仙已经在疯狂输出了 可是这边的输出量并不够 强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 Hero 其实这一局的话 其实GK就 在后期思路没有问题 关键是 没有蹲到人 运气吧 这个对人本身你就需要对面配合啊 就跟技能命中这个东西 你说你技能的命中力很高 那那也得需要对面走位走到这个位置 对 而且一方面呢也是九成这边很起似 鼻子特别灵 嗨对 嗅觉很灵敏 对人就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 你不能单方面强迫对面过来 就像谈恋爱一样 是 两情相悦 显然这边九成好像并没有动心啊 九成的话 这一局输出 我觉得应该不会比 40% 他拿到刚讲 8把40%左右 他这个永远不科学吧 我觉得刚讲怎么能 8把打这么多 就他一局打个40% 上个赛就我也见过 打了将近50% 我也见过 他现在动不动40% 你说这个人怎么搞 这个也 我跟你说他的这个现在 输出占比这个事情 九成现在的输出占比是35% 全联赛第一 第二的是差不多32%到33左右 就是清风嘛 他现在一个场均数字战比 清风其实我们前面说他的这个场均数字啊 真的还是蛮高的 那现在GK这局其实他们把的挺主动的一样 就前中期 他把达猫的一个优势也发挥出来 包括第一波迷神的一波 我们下定了 这背后 我们下定了 那个 上定了